來到醫院都是大家很關心 我們都是迫切希望準時能夠 在今年完成基本的工作 所以這一點我們現在的進度來說 都按照這個去進行有關的更進 所以這方面來說 一家好的醫院 在現在這個疫情裏面 我們特別是看到的需求 是特別需要 因為如果我們廣州發生了問題 香港發生了問題 我們很多的本身的專科的力量 我們不足的情況之下 會產生了我們澳門很多居民 在治病方面 是存在了很多困擾 所以我們就在 和協和醫院有關的合談裏面 我們落實了有關的 和委建委落實了有關的 對來到醫院的整個體制的 一個新的嘗試 當然這個還要經過有個立法的階段 我們現在在籌備有關的法律 都會盡快會送給 有關的立法會 盡量有關研究 因為它整個一個新的體制 和我們原來山頂醫院的 衛生部門的體制 是所有不同的 所以這方面希望得到 在座各位議員 及予支持 你所關心到 有關的IT方面 有關的設備 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方面呢 因為我們的醫院 他們已經籌備了幾年了 有關的設備 我們該訂的 和該剩的 都在前兩年已經定好了 所以這方面 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如現在你說做汽車 做其他產業 缺乏了IC 這樣就做不到 而是我們有關的產品 都全部已經訂好了 如果不是我們 今年年底 我們都裝修不到 所以這方面 請大家放心 來到醫院 所有的設施 設備 我們都會配合好的 好 多謝你的問題